明杰刚刚看到的是川普对中国很失望 他说他现在不想跟习近平讲话 对我们看到川普实在是很有戏了 那他讲的事实上自治都是足迹都是重点 刚好美中的这个军事的角力最近持续扩大 我们看到有英文英国的媒体报导 说美国有个叫传统基金会 有一个研究员叫陈斌 他预测未来美中可能在五年内 非常有可能爆发战争 那最有可能的导火线在两个区域 第一个是台海第二个是南海 那他这样的一个论述主要重点 大概环绕在几个国际的情势 第一个就是说他观察说 这一个特别是习近平上来之后 这个对外用所谓的战狼式的外交 那特别是武汉肺炎疫情的过程中 那更加的这个强化 那这样的一个导致全球反中的一个气氛 可能很多国家在未来五年内 反而会相对对于这个所谓国际贡献者 台湾会承认慢慢承认台湾的主权地位 那这样的一个动作某个程度反而也会激化 中国内部他可能想要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 这样的一个企图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在南海的部分 南海的部分特别是也谈到说 最近可能也许中国有意要公布 所谓南海防空识别区ADIZ 这样的一个动作可能也会进一步计划 包含英国美国日本在内 可能在这个南海地区跟这个中共武力相向 特别是因为这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到 每年在这里通过的这种国际贸易 而高达5.5兆美元之多 那特别还是日本的这个海上生命线 所以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种军事扩张 对于这一个国际来讲 都是一个重要的挑衅跟挑战 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说 事实上他也谈到先前我们看到说 中共的国安部似乎有提供一份报告 给习近平做参考 认为说目前全球反中的这个浪潮 已经是到达1989年天安门事件 之后以来最高点 那这样的一个浪潮可能也让习近平思考 他必须要做最坏的打算 可能也不排除某个程度 有可能跟美国发生所谓的武装冲突 那在这些目前的国际县市的环境背景之下 的确我们也判断 特别是像美国最近在南海跟台海 加大很多的这个军事力道的动作 那包含比如说美国的军机 在这个台海周边 我们算一算 4月以来已经大概有20次之多 那包含美国军舰的这个穿越台海也好 那到南海所谓的自由巡逆也好 那甚至现在连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探游船 他都派两艘LCS这种滨海作战舰 去替他护航 这样子种种的动作事实上 当然都在反制中共的军事扩张 不过我们在谈说未来中美 有没有可能在五年内 在南海台海所谓的爆发战争 我觉得涉及到两个层面 第一个还是在谈中共 当然他的意图 意图本来他就想併吞南海 这个外界都不会怀疑 第二个他想要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 的确有这样的强大的意图 那第二个我们要看的就是说 他的能力的问题 能力的问题事实上我们认为 就是说观察 如果这个先前中国对外的政策 不是用战狼外交 他是用过去传统上韬光养晦 默默的自己经济发展 默默的自己扩充军备 然后采用他所谓的超限战 对全球进行这种侵吞蚕食 那在不知不觉之下 美国也睡着了 美国完全不晓得 然后还把中国当成是未来有可能民主化的一个国家 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或许有可能未来十年二十年 中国因为他很低调的在扩充他的实力 有一天突然站起来了 非常有可能的确到时候是把美国给战略地位给取代 但是很可惜的 我们不能讲可惜 也就是习近平他犯了一个很大的战略错误 就是他在这发展内部的军力也好 经济也好的这过程中 他还想要这个对外 也要展示他的这个拳头有多大 那这样的一个耀武扬威的动作 反而把美国这一头碎尸给惊醒了 所以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 事实上美国就全面在围堵中国 从经贸上来好 今年开始是军事上 也全面的要在亚太强化他的战力的部署 这样的一个动作 反而让中国事实上 他一直在谈所谓的战略机遇期 还想利用今年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过程中 要取代美国 都是一连串的战略研判的错误 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会认为说 事实上中国未来跟美国要在军事对上上 不管五年也好十年也好 事实上是打不起这场仗 而且问一下明姐 美国内部现在反中的浪潮 一直不断的加温跟延烧 其中对于内部的各式各样间谍的清洗案例 故事跟力道都加大 对除了贸易战军事战 我们看到美中的间谍战 到今年也持续升温 那特别是对于美国来讲 他们司法部公布的相关的起诉的调查案件 去年如果以定位为所谓的中国间谍来讲 去年抓了24个人 但今年到目前为止 一到五月都还没结束 就已经抓了超过24个人 这样的一个大的幅度的增加 表示美国全面性在围堵内部的 包含各方面的商业也好 军事也好 甚至最近比较看到比较频繁的案例 是生物科技 这样的一个间谍的一个防堵 那这几天有一个新的案例 也是跟事实上跟前几次 有类似的状况 就是说有一个是在这一个华伊的科学家 他是这个俄州的克里夫兰 一个遗传中心的一个生物调查的一个主任 那这个主任呢 事实上他后来被美国的这个司法部门查出来 就是说他事实上 除了他因为在这一个克里夫兰 这个研究中心 他跟美国的卫生部请领了 360万美元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相关的研究计划的补助 这将近一亿多的这样台币的一个金额 但是后来又被查出来说 事实上他另外一个身份 并没有跟美国政府交代 他另外一个身份是华中科技大学 的一个基因中心的一个研究的主任 那这一个身份 美国质疑说 为什么你没有在美国这个学校工作的时候 把这个身份交代清楚 而且特别是后来又被查出说 他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研究中心的一个主任的身份 事实上还请领了这个中国千人计划的一笔 另外一笔经费也高达300万美元 也就是说两边两边都拿 两边左右逢源 然后两脚踏两条船 美国这边领了360万美元 中国那边又领了300万美元 所以这样一个状况被怀疑 当然第一个美国目前他们的这个司法单位 对他的起诉罪名是用诈欺罪起诉 并没有还没有用所谓的相关间谍罪的这个涉嫌 去起诉他 但是除了这样一个诈领经费之外呢 另外也怀疑因为特别是他在负责的是 相关的基因研究工程 生物科学有关的工程 所以很担心 是不是因为他有先前的千人计划这样一个参与 他把美国的相关的研究技术又带回去给中国 那除了他这案子 事实上上个礼拜才另外一个也叫李小江的夫妻 也是类似的状况 通通都是因为隐瞒在中国的相关的一个学者的身份 那今年二月更不要讲 今年二月起诉的两名 这一个在这个哈佛大学生物科学系的两名的学生研究生 一个叫叶延庆 一个叫这一个郑早松 两个都具备解放军军官的身份 这样的一个身份也是被美国查出来说 你为什么来这个申请入学的时候 并没有交代清楚 你有解放军的这个身份跟背景 所以这么多的一个动作会让 这一个美国川普政府认为说 你这些所谓的来这个美国求学也好 本来是好意 那要希望你来了解美国的民主自由 结果没想到到这些高科技也好 或者是这个生物工程来这里学的东西 通通可能一点一滴被带回去中国 所以这样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围堵 正在展开 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也很夸张的 就是说从去年到今年也是非常多案例 就军事机密的窃取 都先不要谈网路骸科那个部分 去年我们有谈到说 有中国的外交官 说这个开车认错路 就跑到这个美国诺福克军港的基地里面去 后来这两个外交官被三十几年来 前所未见驱逐出境 后来也发生就是美国佛州 有一个海军航空兵的基地也是 每年都固定被闯 而且都是中国的类似像留学生 博士生之类 然后每次去的这个抓到之后 都借口说你为什么跑进来 他说我来拍日出 那有的说我来拍夕阳 结果我手机一拿出来 拍的都是里头的军用设施 诸如此类的案例层出不穷 所以等于说美国 我们现在看到他全面性的围堵中国 那在这个所谓科技情报上面 商业情报上面层层的围堵 然后在这个对于中国的千人计划 等于也是进一步的全面撒网 那一一要把它逮出来 才不会让中国又开始 在美国有这种渗透的任何机会 好 我们稍后再回来